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在泰国落下帷幕的U17亚少赛 由杨浩作为助理教练所带的这支队伍 西败日本拿下亚军 当时的主力主攻 就是身披四号战袍的董明霄 在前段时间亚青赛 施海荣化帅的国庆女排 由于董明霄的殷商确证西败日本 外界就有人说 如果当时董明霄在队 可能就不会打得如此艰难 在2017年中国排协赛福建漳州集训基地组织的 2017年全国青少年女排希望之心训练营 身高达到195的河北主攻董明霄最受关注 作为排超元年垫底的球队 河北女排虽然在中国排球界名气不大 但是作为目前国内第一二传的丁霞 其实就是来自河北石家庄 在被辽宁女排相中后 丁霞一路过关斩将实现逆袭 如今 河北再处有天赋的队员 天津女排一如既往的西财 或许此次的举动对董明霄而言 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天津女排队内 夺得十万圣引进的球员 向新秀主攻李莹莹 队内绝对主力复工王宁 都来自七七哈尔 王源源也是来自甘肃兰州的队员 虽说这些队员从小离开父母来天津追求自己的排球梦想 但是作为国内传统强队 天津女排在这一点值得国内很多球队学习的 被称 为八国联军的天津女排 在人才的培养和青年队的梯队建设上 是国内其他队伍很难企及的 与丁霞一样都来自河北的董明霄 这次被天津女排招入队中并加以培养 可能会是天津女排打造第二个李莹莹的最好人选 在陈黎仪已经年过三十的情况下 今年的排超联赛如果不是刘晓彤的短暂加盟 可能很难拿下这个冠军 如今李莹莹的对角在天津队看来 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虽说有王毅主这样的新秀涌现 但在确定下重血本引进日本教练 欲砸下埃格鲁的天津女排看来 每一个有潜力的队人是很值得他们培养的 因为在2017年全运会的比赛前夕 天津女排就犯了一个大错 那就是在视讯完北航主攻任凯义 又将其退训后 任凯义强势加盟北契拿下全运会纪军 并入选今年的集训队 可见天津女排此番作为是不想再犯第二次错误 对董明霄而言 如果留在河北女排 可能会被耽误下去 天津女排可能会是董明霄提升技术的一条出路 作为有潜力的队人 如果在母队没被重视的话 只有退议读书的出路 像之前的江苏女排接应刘佩怡 身高达到193 上海接应居宛容 是朱婷一批世青赛的队员 就因此愤然退议读书 以至于在接应位置上人选难产 所以 天津女排的此番作法 值得每个省队对人才引起重视 这样对成绩的获得和人才的培养有很大的注意